少女和马林可能还会输,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是的,漂亮,容易保持 像孔灵辉啊,王立琴啊,还应该说马林 很兴奋,这时是那些人很可贵的,很难得的 漂亮,好球,好的 这时呢,有很独特的地方,他这个反手好 上次反手 反向摩擦,右手反向摩擦,反手不见手拉起来 连续拉 哎,又擦边了 那么总决赛呢,就是需要这个集中火力的时候 漂亮 很舒展,有一种美感在里面 现在零笔 莫夫呢,是柔中有钢的这样一个类型 大家看,不紧不慢的 漂亮 在这一点上,格伦卡呢,应该说有独到之处 又来了 放弃高球 漂亮 漂亮 9比5,格林卡领先 转的,反手拉起来 反手连续拉 现在行动相持,路攻台 大家看 这个球漂亮 2比 还是逆旋转 漂亮 这球有点不奖礼 同时呢,也给这个其他的选手啊,敲响了警睛 但是我们讲到了,一个是11分的偶然性大 另外一个呢,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就是一场见分小 现在可能这种兴奋型的 可能这种运动员的就比较好 他投入比较快 他来的也比较快 特别深 因为在这个21分的时候 我觉得我也是属于上场 特别兴奋 但是三斧头 过去之后就 比气不够 再加上今天啊,这个 双鱼器材的一种变化 除了这个放毛巾的两个灯 4比3 又来了 太短 打起来 漂亮 连续拉反手 好的 跟运动员的性格有关 机会 这样格林卡呢,就以11比8取得了第4局比赛的胜率 从而以4比0淘汰了斯密尔诺夫 这样格林卡呢,也就如愿以偿的进入了前8名 他下一个对手呢,将是